好 那么第二场男子丹大比赛 男子丹要上场了 看林丹 超级丹 现在运动员出场的灯光都不一样了 嫖身换弹曾经被誉为林丹克星 但其实我觉得这个称呼并不是很确切 那也是四五年前了 当年可能2004年奥运会的时候赢了那么一场 也就赢了那么一场 之前赢了之后都是连输的状态下 接下来可能也就在几场公开赛里 可能也赢了一场 在所有的大赛里面交手 应该是全部保持全胜 广州的这位朋友说 那么多惊喜球 那么多郁闷球 我快要砸电脑了 淡定一定要淡定 相信中国队 这场应该看见会比较轻松 蓝州这位朋友说眼泪都出来了 就是打得非常不容易刚刚的混霜 那么这一场的林丹呢 相对而言是最让教练组放心的 刘成范在这几场苏杯的比赛里 也是感觉状态不佳 发挥一般 比赛上场两场 那么是一个全输的战绩 尤其对英格兰的选手 那么赛后的话来说还是自己输给了自己 对英格兰的选手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在观看比赛拍照时 即将闪光灯至于关闭状态 谢谢合作 那世界排名第九 老城换 之前呢都是对阵了 输掉了哈 李宗伟 那么还有一个对阵英格兰的 选手 林丹整个系列赛打得非常轻松 现在世界排名第三 那在之前对阵德国对阵日本 打得都是很轻松 包括对阵印度的时候 感觉比赛是在他的掌控之中 虽然说并不是很快的 以这个大比分拿下 对 但有一些悠哉悠哉的这种感觉 实现今天我更喜欢看到 希望看到的是这个 马来西亚队出现 那么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 林里大战了 对 这种巅峰对决 尤其在这种大赛这种 相信肯定会让大家观众 大饱眼福 对 但是我们之前也说到了 今天换成了韩国队也不错 对 因为马来西亚 李宗伟一个人独目难成零 虽然他这个难单的一分 是稳拿到手 但是在其他的项目上 确实是跟韩国比有一些差距 还是有一些短板 那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各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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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由大家非常熟悉的中国选手林丹呢 对阵韩国选手朴成焕 那么在刚刚结束的混双比赛中呢 中国队是经过三场大战好 以及以2比分的 这个比分的取得了胜利 为中国取得了总比分1比0的领先优势 好球 林丹一个大对角的戒煞 平成焕的拍子折了 这开局不利啊 哦 刚开始拍就折了 这是什么情况 拍线折掉了 可能也可能在刚才打那个后场球的时候 被那个球突蹭一下那个外线 可能是 真是开局不利 这是一个小插曲 好球 哎呀 已经出了机会了 好球 也自着呀 啊 对这个比较后悔 好球啊 这边公路的突击 本身还是 猝不及防 2 1 对角 这个球舞台并不很多 出界了 看得出平春花的前后场面过的还是很快 人当这个放网稍稍有点高 那么他的速度就已经跟上来了 可惜还是出界了 头发一号场 又让朴正焕抢到了一个网口 我们现在的3比3平 朴正焕今天的还是很积极的 上网速度相当的快 又是一个美国网 最近是三个球里呢 三个球的这么一个进攻失误 被拦在了网这边 对 还是要提高自己出球的准确率 看来AI又是一个失误 感觉这一段林丹的场面的速度还是没有提起来 还没有处于很兴奋的状态能看出来 我跟朴正焕他的上网 他的防守 是不错的 进攻追身 6比3 韩国现在领行3分 这种团体赛 林丹也不能大意 但是林丹在团体赛中是有独孤求败的自己的感觉 是这样 基本上是从来没有试过 哦 7比3 反过你先4分 对角吊死 这个 真的能把林丹吊死的球真的是不多 哇 林丹还是提升一下场上速度 回球出界 对 这几个球手朴正焕后场拉的还是比较主动 对 韩国的女学生手和林丹在场下做恢复 实际上运动完了这个 运动后的这个 对运动后的身体的恢复 实际上对于运动人来讲是很重要的 对于肌肉的放松 我们的老爷们自己在打篮球之后 不要拎着包就走 也要进行一些适当的恢复 对 尤其是一些 例如说肌肉的拉伸 肌肉的放松 二是说一个还是呼吸上的怎么一个补充 因为在有些场馆里面 那么一个比较密闭的场馆 那么里边有十几片的场地 那么有几十号人在在运动 大家一块儿这个在一个场馆里进行呼吸 那么呼吸响气 呼唤二两花碳 那么实际上这时候身体内的这个 在高强度运动下这个 血氧量是不够的 那么一定要在这个 出了运动 运动场之后 一定要有一个对自己的这个 呼吸上的这么一个补充 我们的林丹这边的嘴追成了5比8 落后三分 嗯 嗯 林丹还稳稳的压住那两个底线 出界了 嗯 嗯 出界了 因为嫖参怀上网速度很快 所以它索性不给对方上网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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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b5 韩国领先4分 韩国领先4分 下手了 哎呀 吓得不够坚决了 对对对 感觉确实这边扣杀打的还不是很坚决 打的还不是很坚决 打了一个对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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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位网友说林丹可以打得久一点 让教练有时间和后边的队员 研究研究接下来的双打战术 也许现场研究更合适吧 这球已经下坠 可以分析出什么 ين丹华神仙 这种铺球 搓 搓 怎么 go 这球已经下坠 已经下坠到网代之下了 调整话,他脚步才够上来 对 这时候,他出球就不应该平着出了 平着出肯定要下网 还是应该把球再继续调起来 这种意识变化也是比较困难 哎呀,第二个 那么是11比6 韩国队是领先5分的优势 进入到了局间休息 林丹这个半局还是显得失误多了一些 而且感觉进攻起来不是那么自信 明显还是没有进入状态 我们的网友嘉鼎说到 林丹这两场打得好松懈 对啊,这时感觉不是特别的上紧发条的那种 对,但是这种团体赛嘛 这种慢热还是挺要命的 20秒 20秒 嗯,正正是中国 中国教练陈刚 现在也去了韩国执教 那种猛热 有些人说 李宗伟对于林丹来说是一个名枪 他是每打三场能够赢一场 也算是胜率最高的这个林丹的对手 而暗箭呢就是调成换了 指不定,他冷不定搜一声 以为冷箭而出 这枚按键已经很久不发挥作用了 所以按了 按得自己都看不起 还没有下手 林丹 还在打耐心球 那也是等到了可真换一个失误